这个就是题目的最后一部分 有一个fund manager 来说 他要设定一个 TV Department Course 就是这么多的 给你一个功能 然后他就说 如果 certain year 某一年之后 用回他的 plan 就会能够设定这件事 就算你每年拿五千元也好 那什么叫 certain year certain year 即是 any 年之后 某一年 某一年即是 any 年之后 那就是用回第三部分 计算了一个数目 计算了一个数目 这个数目要先做些algebra 上次讲过了 就是分数里面不可以怎么数 0.12 become 12 over 100 然后选择之后就会变成这样 over 3 然后来个通分母 然后去托起它 为什么要通分母呢 因为这个是同类的 同类的话就要做 simplify 所以我通过通分母里面 扣开这个东西 跟着做 simplify 同类归边 like turn together 跟着出了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单边 跟着出了这个东西 那他说什么 after certain year 之后 然后他就多过 你这些钱多过 TV department 可以需要的成本 多过就是什么 即是大过 那就是 set a inequality 这一块东西大过 那就是哪一块大过 就是这一块东西大过 那这块东西搬过来这里 就大过这一块东西 然后又要做 algebra 你发现了这个大过这块 那就是把这块东西搬上去 刚刚我记得了 ok 跟着这块 那先不要乱做 先看看样子 你发现这个有n 这个n的2 就是power刚好是两倍的 那就想起什么 cordiotic equation 又玩一次cordiotic 怎么玩cordiotic 这条cordiotic equation 名义上的y其实是n 你计到n有个数 而那个数是正数的话 那譬如计到六年或七年 那你就知道 哦 对的 那个manager 在某一年之后会计到的 那我们当然最简单 或是我们叫做什么 最 direct 就是直接计出来 那直接计出来 可能很难 或者那个数不靓 或者我们叫做 poor presentation 所以老师不想你这样做 marking不想你这样做 那你怎么办 首先刚才我说过 要达到这个效果 那个条件是什么 就是你要计到n 那就是什么 就是由 root存在 它不是没有 root 那根据graphical method 这个是fx function 大过0 那大过0就是什么 这一只 大过0 怎么说 上高这一堆 我没问题 这一堆大过0 这一堆小过0 然后这一堆大过0 那这个等于0 这个不用说 那就是暗示什么 要check the discriminate 那你check the discriminate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所谓的大过0 ok 那如果是大过0 就是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只剩下这个 而这个也有三个可能性 为什么 因为你的graph可以放在这边 可以放在中间 可以放在这边 那代表什么 如果放在这边的话 即使你计出来的两个y 就是代表n ok 一是y等于什么 n 其实我想计这个 那两个n都是负数 n是年份 没有可能负数 所以如果计到这个 就是buck了 那如果计到这个 一正一负 起码一个就是正 ok 即是其中一个答案 对 reject另一个 这一个就是两个都对 那我们如何去计计哪个 对 用product of root 就好用心后 root 为什么 如果product of root 计到小过0的话 其中有一个是负数 对不对 不会有两个负数 对不对 两个负数是负数的 其中一个负数 亦是什么 其中一个正数 所以你就去做product root 你又真的计到小过0 那就证明了什么 它有一个正数 就符合了manager所说的 一 有个root 即是你计到n 二 不单是计到 还要是正数 那就make sure 这个答案 这个就叫good presentation 就好过直接计的n出来 ok 那这条完 那